这个小孩来到警局求救他说同学被一个女人绑架了 但是却没有一个警察相信他 结果第二天女孩就被杀害了 警方通过现场指纹锁定了嫌疑人徐亨俊 徐亨俊是一名在读大学生 他的信用卡欠款5000万 和女孩母亲收到的勒索短信的金额一样 所以他们断定徐亨俊就是杀人凶手 然而警方追捕多日却一直没能找到徐亨俊的下落 只有男孩知道凶手是个女人 他多次来到警局说起罪犯的性别 可警方却坚信他们搜到的证据 不肯相信男孩的话 最后导致这个案件成为了一个无法破解的悬案 为了督促警方办案替女儿讨回公道 母亲在警局门口一站就是15年 但是最后他却什么都没有等到 此时的小男孩小海已经长大成为了一名实习警察 这起悬案也将在他的帮助下水落石出 这天小海在清理警局的废弃对讲机时意外开启了跨时空对话 他在对讲机里听见了15年前负责女孩被害案件的警员老李 传来的请求支援的声音 老李说他在善日精神病院的废弃下水道 发现徐亨俊已经上吊自杀了 并且徐亨俊的大拇指已经被切掉 老李想到犯罪现场留下的只有徐亨俊大拇指的指纹 那么现场留下的指纹肯定是被凶手故意伪造的 他当即就推断出徐亨俊并不是畏罪自杀 而是被人杀死后掉在这里的 可是当小海想要追问老李怎么知道那个地方的时候 老李却说是小海提示的他 老李话音刚落就被人从身后来了一棒 对讲机的通话也在此时中断了 小海听完一脸懵逼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但是他还是循着对讲机里提供的线索 一个人壮着胆子来到了善日精神病院 果然在这里的下水道里 他看见了一副尸骨 小海被吓得赶紧逃离这里并报了警 第二天 重案组就来到这里对尸骨进行了收集 小海找到重案组负责人 让他把尸骨DNA和徐亨俊做一下对比 他说他怀疑里面的人就是失踪了15年的徐亨俊 但是他却没有把对讲机的事情说出来 他知道即使这种事情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 经过法医鉴定 尸骨果然是徐亨俊的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进一步调查杀害徐亨俊的凶手时 重案组的上司却下令让他们停手 因为还有30个小时就到了女孩被害案的法律追溯期 一旦超过追溯期 即使抓到真凶也没有办法惩罚凶手 并且警局还会背上无能的骂名 于是上司就当着媒体的面说徐亨俊是畏罪自杀的 想要继续让他顶罪 然而就在上司假惺惺的向家属表示慰问时 小海却突然跑出来当着记者的面宣称徐亨俊也是被害者 他并不是凶手 还说凶手就是15年前在善日精神病院工作的护士 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小海想要利用媒体的力量能够继续破案 并且同时引起凶手的警惕 果然 一名护士在看到这则新闻后立刻就变得紧张起来 可小海公布这个消息后却被领导一顿臭骂 为了能够得到领导的支持 小海再次说出了他是目击者的事情 小海说凶手当时戴着昂贵的首饰 穿着红色高跟鞋 本是一身华丽的装扮 他却没有涂指甲 由此小海判断凶手肯定是有着特殊的职业 加上徐亨俊被害时没有什么反抗的痕迹 说明凶手当时在对徐亨俊下手时使用了镇定剂 再加上徐亨俊的拇指是被手术刀切掉的 但是却不专业 由此小海推断出凶手就是善日精神病院的护士 并且他们查看15年前徐亨俊信用卡的消费产品时发现都是年轻女信用的物品 所以凶手可能是徐亨俊当时的女友年龄应该和他相仿 在35岁左右 小海说他故意说他们已经找到了证据 就是为了让凶手自乱阵脚做出不同寻常的举动 这样潜伏的凶手就会被身边的同事察觉出异样 果不其然 很快他们就接到了首尔永仁医院打来的举报电话 医院护士告诉警察 他的同事江世英在看到新闻后就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电话也关机了 紧接着护士又带着警察来到江世英的储物柜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一双红色高跟鞋 以及日历上圈着的有效供诉期结束的日子 于是警方当即就对江世英实施了抓捕 然而抓到江世英对他进行审讯时 他却坚持表示他没有杀人 江世英说他离开医院的时候已经向引护士请了跃驾 根本就不是为了逃跑 与此同时门外的小海也感觉出此事的不对劲 他立刻跑进审讯室查看了江世英的鞋子和他的右手 小海发现江世英是个右撇子 而储物柜里物品的摆放位置却是靠左的方向 那么储物柜真正的主人肯定是个左撇子 经过询问江世英得知 尹护士就是个左撇子 这下他们才明白真正的凶手就是那个举报人尹护士 而他这样做就是故意在拖延警方的时间 为的就是让案件超过有效供诉期 这样最后即使被发现他也能被无罪释放 而他没有选择逃跑 说明他对自己的计划绝对自信 因此小海断定尹护士肯定就在警局附近 等着看他们超过案件有效期的笑话 果然在离案件有效追诉期还剩20分钟的时候 他们在警局外抓到了尹护士 而他的装扮也同15年前一样性感妖娆